謝謝今天在天氣不好的情況底下 還有這麼多黨人願意出來投票 這代表他對黨的這個向心利益改革的一個期待 那另外呢我也非常謝謝我的對手 陳慶忠先生 有信守我們在選前的一個君子協定 不互相攻擊 那希望選後能夠大團結 當然如果得票能夠越高的話 我相信對我的這個病情一定會更加有所幫助 那當選之後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畢竟呢我是第一個台南地區第一位立委來接任主委的工作 雖然我以前有經驗 但是畢竟呢是升格後比較大範圍的一個黨務的範圍 所以我還是會盡盡奄業去處理好接下來每一個黨務對我們的期待 那我定位成把這次的主委定位成所謂的任務型主委 我這次任務型的主委要做什麼 第一個他必須進行改革黨務 第二個他必須部署選務 第三他要加強服務 而這三務當中呢必須要把這一個黨務的部分呢更加精進 那選務呢要提早部署 服務呢要多方加強 第三次呢 我來看見 你覺得什麼 我會由你來看見 對我來看見 這個人 她可能會首先 我會��不合作 對我 那個人 又會有很多人 我會有很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